13中三合砍6分。 南篮封线双子星米诗。 这两把尖刀何时回暖。 6投1中,拿到2分4板,此外还有4次犯规进账,7投2中,得到4分10板。 南篮红队热身赛首秀,中国队痛失好局,末捷崩盘以52比64惨败给澳洲队。 在这场比赛中,王哲林和方硕成为了红队输球后的唯一亮点。 不过,与此同时,新疆双子星于长洞和阿布都沙拉木却彻底迷失了,两人全场仅13投3中,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。 由于周琦、小丁等顶尖球员并未归队,此番热身赛,作为封线上的潜力球员,于长洞和阿布都都获得不少出场时间的机会。 在上一阶段的比赛中,阿布都沙拉木一直深受李南青睐,并多次唯一重任。 尽管在回归CBA以后,在人才季季的新疆队阵中,阿布都始终没能获得充足的表现机会,不过,到了国家队以后,李南还是给足他面子。 在这场比赛中,阿布都与王哲林搭档,出现在了红队的首发阵容中。 尽管在上一场比赛后,阿布都都非常急于证明自己。 不过,从全场比赛来看,他的进攻效率却非常一般。 全场比赛,他七次出手紧命中二球,这其中三分四投一中,与上一阶段是不可当的阿布都相比起来,完全是判若两人。 或许,对于阿布都来讲,全场比赛唯一的安慰就是,他抓下了全队最高的十个篮板球,弥补了进攻端的迷失。 与阿布都一同迷失的还有他的队友于长洞。 作为新疆队内线最为重要的一员猛将,上赛季,他场均有13.6分5.9板以及1.2助攻进账,而且,相比于传统的大个子,鱼长洞的最大优势还在于他可以拉开到三分线以外投射。 上赛季,他的个人三分球命中率创造生涯新高,达到42%。 然而,在这场比赛中,鱼长洞的个人状态却完全失准。 不仅在禁区完全失准,仅三投一中,而且在外线同样没有任何剑术,全场比赛,他的三分球三投全失。 即便是在罚球线上,鱼长洞也没有把握住机会,三罚全丢。 可以说,对于上赛季投篮命中率超过五成,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2%的鱼长洞来说,这简直就是反常的表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